请及格预测一下 中共的防导淫塌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防导淫塌呢 我估计会在今年的年底 不会太早 太早的话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的经济危机 更大的波动到了 那就是今年6月份到7月份 如果提前来呢 就是一个就是台海 台湾打仗了 如果台湾不打仗 应该在 大概在六七八月份 如果打仗了 就随时可以发生 那么这个60万亿 这个4000多家房产公司 你是看到国家的公告 公有的信息 实际上不止 应该是大概在 地方性的债务公司 和4000多家房产 以备案的公司 三次债务违约 我看到了比这还要多 地方基建 这60多万亿呢 应该也是多的 也不那么简单 防导淫塌在今年年底吧 甚至共产党 防导淫塌 共产党 如光束一般的消失 还没关系 也在这里 都要不在 和我们的信息